Hello, 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 我是赵智耀 在5月28日, 一名香港男子 他在台灣因為提供特別服務而被捕 我們等一會, 會有片給大家看他被捕的過程 近來台灣成為國際的笑柄 為什麼會成為國際的笑柄呢? 因為台灣處理疫情的手法比較差 除了這個之外, 他的政策還是笑死人 在5月30日, 他又有笑料 這宗政策, 我看到的時候, 我還以為是惡搞 誰知道我是真的 我們等一會, 會說一下, 他推出了什麼政策這麼搞笑呢? 台灣的疫情不斷飆升 其中一個原因, 都是因為他們不夠疫苗 台灣就說不夠疫苗 但香港剛剛相反, 有很多疫苗 不過, 由於香港有一群沒有道德的人 不停抹黑疫苗 所以令香港的接種率很低 由於疫苗是唯一令香港可以走出困境的關係 有很多商家都自願性發放一些獎勵給打了疫苗的人 在5月28日, 就有地產商送樓去谷針 我們等一會, 都會說一下這件事 在開始之前, 請記得要訂閱我的YouTube Channel 支持我們, 輕輕鬆鬆找真相 有一名男子, 就在社交媒體裡出了一個廣告 這個廣告就說, 台中按摩高顏值男技師 這個人也很有自信 是呀, 高顏值 這個男子除了說自己是高顏值之外 還說是以服務旅客為主 並指其服務是比傳統中式按摩更加講究 更加舒適的 還會多了一些滾油的手法 也會多了一些心靈上的服務 心靈上的服務 這麼厲害, 放魔又是心靈服務 這一個廣告一出, 當然是當堂嚇了跳 有個女警看了這個廣告之後 就主動聯絡了這個男士 經過一輪的交談之後 女警就發現這個男子不是一般按摩那麼簡單 所以就約了他出來 結果這個女警發現 原來這個男子真的不是一般的按摩師 他是有做一些不道德的交易 他的價錢收費呢, 好笑的 如果要提供這些特別的服務 他的價錢是一千到二千元的台幣 台幣? 是呀 台幣 台幣 台幣應該是兩塊幾水到五塊水 是呀 兩塊幾至五塊幾水的高顏值男技師 這麼划算? 我們現在就看看他有多高顏值 我打了格子 我都覺得他好像是河童來的 是呀 河童不是在香港坐牢嗎 是呀 我一看錯了 我一開始以為是黃之鋒 是呀 我也以為是他 唉 真是高顏值 根據報導 這一名男子是姓葛的 39歲 但是我們發現台灣的新聞是很混亂的 有些媒體又說他是37歲 我看過他們警方當局是沒有任何公告的 所以都不知道他是37還是39 但是我覺得像37多些 那看他的藥質籤籤的樣子又不像39 是呀 又很瘦 真的像個河童一樣 瘦到好像猴子一樣 不過不管他39還是37 他應該是80後 如果這個年紀 是呀 大家有沒有留意到呢 在影片裡 他拘捕他的時候 警官問他 你哪裡來的 他很奇怪 他很驚訝 是呀 為什麼他這麼驚訝呢 他們台灣的媒體 一向很吹噓香港那些所謂暴徒 是呀 是呀 他經常都覺得那些人是很高上很高級的 是呀 真的被他拍衰了 通常人家見到你香港這麼繁榮的城市 你來到台灣 一定都不是做醫生律師 或者是做些高上的職業 怎知居然是做這些呀 只得限到不是收1000元台幣 是呀 就是做這些已經衰了 還要是收這個價錢 其實真的被他們拍衰了 近年香港就經常被一班 經常以為自己被迫害的人 影響了香港的國際形象 而這一名男子 會不會就是那班人呢 那我們就發現了 他有幾個特徵 第一 這個姓郭的男子 他上年11月去到台灣 嗯 那我們先看看時間 上年11月之前的7月 香港發生了什麼事呢 上年7月就國安立法 然後就有一班粉腸 就很羨慕台灣這個地方 嗯 雖然我不知道有什麼值得羨慕 嗯 沒有疫苗 羨慕他 還有沒有水沒有點 嗯 那些粉腸就逃走了去台灣 最多人知道的就是12人蛇 那除了12人蛇之外呢 也都好像說有些逃蟲小隊 去了台灣 是啊 是啊 那這傢伙又是去台灣 好 那第二個特徵 那第二 這個男子呢 他是有台灣的身份證的 是啊 就不是Travel Visa 是啊 那我們懷疑 他其實是想像山秋那樣 是入籍的 是啊 那第三 他就是80後來的 那根據一個非正式的統計 就是其實是我身邊的朋友的比例 你自己的統計 是啊 我自己的統計 那80後呢 大概是有8比2的黃藍比例 甚至乎是去到9比1的 嗯 那當然就是黃的是八成 甚至乎是九成 那所以他是80後的 哇 我想他那個機會來講 又去台灣 是啊 應該都是那個立場的 是啊 這個是我們估計 至於是否真的 就不知道了 不過呢 見過這宗新聞出來之後 就很多人都是這樣估計 那這個是一個很正常 和很合理的推斷 而且他們多數都是不務正業的嘛 他們很喜歡做有些職業的 特別喜歡做黑衣的他們 好像那些網上眾籌黨 網上黑衣 然後現在這些 有些很不正當 總之是旁門左道那些東西 那些人這麼喜歡去台灣 就是因為他們以為台灣是很有民主 自由人權 但是在5月29號 台灣就出了一個 反自由反人權的抗疫方法 在5月29號 台中市政府就說 今年累計的115宗本土確診個案 其中的29宗都是家庭群聚 市長盧秀宴 就提出家庭防疫新生活運動 就呼籲居家兩人以上要戴口罩 嘩 家庭也要戴口罩 對 真是好笑 這個政策是包括了四大原則 第一 就是兩個人以上的家庭要戴口罩 第二 家人是不能同桌吃飯 家庭也不能同桌吃飯 對 在家庭裏面 還要戴口罩 還有要拿公筷 公匙巾 還有 要屋內勤消毒 兩夫妻一起睡覺 要不要戴口罩 要啊 他說兩個人以上 對 很離譜 其實 這個就是所謂的自由台灣 如果這個政策是在香港 或者是內地發生 那又會怎樣 不斷被人罵 說你不民主不自由 又沒有人權 其實都想像得到 是啊 但是我們的政策 其實某程度上 是很人性化的 是啊 就算封區封大廈也好 你知道當時是怎樣封嗎 晚上7點開始 封天早 第二天早6點又解開了 是啊 那麼封得這麼人性化 但是他們都會拿來講的 是啊 所以這一班人 是不用給真正的自由人權他的 他們只是靠個想像的 台灣 他灌輸了說是人權自由的話 就算你做些不民主不自由 不人權的事情 他們都覺得是體諒的 他們都覺得無所謂的 但只要香港是灌輸了 不民主不自由不人權的話 就算做到多人性化 他們都說你不好的 嗯 他們那班粉搶是不看下官事實的 是啊 他們不看事實 亦都不看數據 只是相信意識形態和感覺 都是那一句 媒體灌輸些什麼思想給他 他就有些什麼思想 我最初見到的時候 我簡直以為是惡搞來的 我當然是要去fact check一下 就真的去了他們那個媒體那裡去看看 誰知道又不是真的 還說自己什麼自由人權 其實說真的 你不用真的自由人權的 你的文宣和宣傳做得好 就像美國那樣 他在世界的形象 做到自己很民主自由人權 做到了這個形象之後 就算他天天蓋香那幫人一巴 他們都覺得他們是正義之士來的 美國爸爸 就是啊 在全世界屠殺很多不同的人 但是他們都可以說自己是尊重人權的 真的很好笑的 是啊 因為他包裝做得好 荷里活電影 有哪一次外星人侵襲地球 不是美國人救回全世界的 有哪一次地球災難 不是美國人出手相救的 所以就是 他實際做的就是在全球發動戰爭 去做到心靈塗炭 但是呢 他荷里活就告訴你 其實美國是英雄來的 那麼大家 當然是大部分的人 都是被他們洗腦了 所以其實很悲哀的 只要你宣傳文宣做得好 那些人呢 是可以低制度 就這樣就相信 但是不看事實和數據的 那麼台灣呢 就不夠疫苗 相反 香港的人就很幸福了 在5月28日 信和集團旗下的 黃庭芳慈善基金 和華人置業就宣布 為了響應政府的接種疫苗計劃 他們就會推出一個 觀塘的海匯一訪的單位 作為抽獎活動的終極大獎 這個單位是449平方呎 價值是1080萬的 如果你是有樓的人士 發展商還會幫你給雙倍印花稅 嘩 看不需要那麼好 除了這個終極大獎之外 他還會送10萬元簽帳額 那這10萬元的簽帳額 就是連非香港永久居民都可以抽 那就是 家中的費用 印用 那些人全部都可以抽 那這個消息公佈了之後 其實我自己覺得是一個笑話 那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在很多地方 好像印度那樣 甚至乎現在說台灣疫情 就飆升了上來 那其實當地的呼聲是什麼呢 是很想他接種疫苗的 嗯 但是無奈 那個疫苗的數量是不足夠的 嗯 那沒有得打 所以疫苗來說 其實對於他們 是拿來救命的 是啊 但是香港呢 就居然有得打 大家都跑去不打 就是啊 疫苗是拿來救命的 但是香港呢 但是台灣是要錢的 我們上集有講過的 所以其實這件事是很荒謬的 聽上是 有些地方啊 好像印度那些 疫苗都沒有啊 一針難求 但是香港呢 那些人真的很幸福啊 居然呢 是疫苗多到你們不打 不得只 還要送一千萬的樓 等你們去打 哇 這個這樣的亂世 真是不知道哪裡有啊 所以我覺得 那些人很幸福啊 其實呢 疫苗應該是這樣的 我覺得呢 打疫苗的政策呢 其實對那些黃色的單細胞呢 就不需要太過仁慈的 根本呢 就要收錢 那當然呢 對於我們來說 就當然不要收了 對不對呢 我們正常的嘛 那為什麼去分辨他們 是黃色單細胞 還是正常人呢 其實很簡單而已 嗯 你打疫苗的時候呢 就一定要你 這個安心出行 是啊 那你肯 證明你都應該是正正常上 是不是呢 打死都不會 我說我一定要寫字仔 那你拜拜 你不讓你打 直接不讓他打 還有呢 我覺得呢 為什麼會搞到 香港這麼多人不想打呢 就是因為那幫人 他們不停地抹黑香港的疫苗 為什麼呢 其實他們的思想很簡單而已 總之政府要做些什麼 我就跟你反過來做 所以呢 就有一幫人不停地抹黑疫苗 其實呢 這些是選人不利己的 只是發洩了 他們違反疑犯的情緒 但是他們這個情緒呢 就真的會影響到整個社會 更嚴重的 還可能會令到別人損失了生命的 所以其實呢 這一幫這樣的始作俑者呢 是應該呢 得到懲罰的 所以其實我覺得呢 這個發展商送樓呢 應該是 全部仇宗派呢 是沒得抽的 只是正常人可以抽的 因為這幫人呢 是破壞的人啊 不得止啊 還要散播一些謠言 等別人不要打針 所以其實呢 是不應該讓他們抽的 令我想起呢 其實呢 所謂香港啊 他們聲稱啊 生於亂世啊 哇 真是聽到火都來啊 我聽到他們說 生於亂世 這四個字呢 真是火都來啊 其實我聽到這四個字呢 比他們說光復香港 是啊 其實呢 他們是生於盛世 但是就自己親手 想將香港變為生於亂世 嗯 因為這個所謂的亂世 第一就是 你那個生活的指數呢 其實在世界各地來講 是一個相對地高的 嗯 還有就是 我們現在的疫情 也都控制得非常之好 算是不錯了 嗯 免費疫苗啊 還要是 是啊 人家幾多個國家 打疫苗是要錢的 不得止啊 有些簡直連疫苗都沒有啊 是啊 所以這個地方 你跟我說是生於亂世 哈哈 其實兜巴扯了他們 算不算了 是啊 在五星級酒店裡 吃自助餐 生蠔被人吃光 他們都覺得是生於亂世的 我們中國人呢 有一個說話呢 就叫做 珠門酒肉臭啊 路有凍死骨啊 那這句說話是在說什麼呢 其實這句說話呢 就是比喻 一些有錢人的地方呢 就 資源就非常之豐富的 嗯 但是同一個地方呢 有些很窮的地方呢 就凍死了 沒有人知道的 是啊 好像香港那樣 其實我們是一個資源很豐富的地方 嗯 我們周邊很多的其他地方 其實死了很多人了 因為這個疫情 嗯 也都控制得不好啦 但是他們是不會珍惜的 是啊 沒有辦法啦 因為美國官媒 《蘋果日報》告訴他們 香港是沒有民主自由 而且 如果你沒有這個民主自由呢 你們是死的了 灌輸了這個思想給他們 他們還沒以為自己沒有民主自由 還有他們以為民主自由是大過生命啦 那我覺得剛才晴晴呢 用美國官媒去形容《蘋果日報》呢 就非常之好的 都不用說什麼親西方媒體 那它就是美國的喉舌來的啦 是啊 它簡直是美國的官方媒體 就是啦 不過原來呢 美國都有獎勵給打疫苗的人 那那幫仇宗派呢 就最看美國的嘛 在香港政府推出了計劃 鼓勵人家打疫苗之後呢 他們就說香港政府推人家去死啊 但是呢 其實美國都有這些抽獎計劃 是鼓勵人家打疫苗的 那他們一向都是double standard的啦 其實都不用說啦 那我們看回呢 其實我們看到法達國家的人 其實就很不知足的 不懂珍惜啊 很不珍惜啦 好像美國那樣 又要搞抽獎給別人打疫苗啦 還有就是 發達國家 其實他們儲存的疫苗的數量呢 也是遠高於他們自己的人口的 就好像加拿大那樣 加拿大疫苗的數量呢 是5倍於他們的人口的 就是可以讓全加拿大的人 打5次疫苗 哇 真是瘋了 是啊 接著英國的疫苗儲存量呢 是可以讓他們的人打4次疫苗 嗯 紐西蘭呢 就可以打3次左右啦 嗯 澳洲都是大概打到3次左右 你看到這些有錢的地方 其實他們那個疫苗的儲存量呢 是遠高於他們自己的人口的 但是窮的地方呢 不要說打完100%的所有人啊 嗯 根本上有些連打一半啊 都沒有什麼機會啊 是啊 好像印度那些啊 都要希望其他國家去幫他而已 嗯 而中國的接種數字呢 暫時就接種了5億8千萬的 嗯 每人大約是要接種兩劑的 嗯 所以大概呢 這裡呢 有些人是接種兩劑 有些人是接種一劑的 所以就判斷不到 他那個接種的總人數是去到多少的 嗯 我當這個全部都是接種兩劑啦 那大約呢 有接近3億的人是接種了疫苗的 其實這個數字呢 是兩成左右 不算很高的 那為什麼會有一個這麼低的數字呢 那因為呢 其實中國呢 就把很多疫苗捐了去的 嗯 給其他的地方的 那這個這樣的行為 其實呢 就被西方國家 就說我們疫苗外交了 但其實這個是基於人道的原則 做的事情 還有你 中國控制得好嘛 都不需要那麼多 那就可以幫人了 沒錯 中國是控制得好的 所以是不需要接種那麼多的 但是 據安司危 我覺得我們的接種數字呢 都是要提高一下的 但是我們看到我們的國家 和西方的國家 是很不同的地方呢 就是 西方的國家呢 他們儲存的疫苗的數字 是遠高於他們的種人口的 嗯 即是自私咯 是不是都拿了回來先 但是又未必用得到 其實是很自私的 這些這樣的行為 嗯 還要我們捐出去之後 說我們疫苗外交 這個呢 你們自私就算了 你不要 不要去阻止別人去做一些正確的事情 大哥 現在是救人啊 是啊 其實我有時在想呢 是不是應該反過來做 就是呢 告訴那些人 我們沒有疫苗的了 你們呢 要打的話呢 你們就要馬上去打了 如果不是呢 太多他們不會珍惜的 反而呢 是不能打 他們才會搶的 不過我覺得不珍惜那些呢 主要都是那些 黃色的單細胞而已 我們這邊那些呢 其實很多都打了 但是呢 最慘的是普遍 人的心理呢 是有就不會珍惜 沒有的時候 他們才會去搶 那好啦 我們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記得要訂閱我的YouTube Channel 按下旁邊的鈴鐺 就要按下全部 那你就不會錯過以後 每一條片的啦 還有要留言告訴我 你們這條片有什麼看法 最緊要是要廣傳我的影片出去 令更多人聽到正常人的聲音 人人做文宣 你我都由窄 下次再說個 拜拜